我和他在一起 什么事都得我催着他 他才做 操心的总是我 可是他动不动就出去玩 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觉得年轻就要多享受一下生活 为什么非要活得这么累呢 他一点压力都受不了 现在一生不空就夺回老家了 还要我一起去跟他结婚 我回老家就是为了生活好一点 况且先成家后利业 不挺正常的吗 他这样一点担当都没有 让我怎么把未来交给他呀 你没有担当 我哪里有未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武先生27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张女士23岁来自安徽 也是一名销售 来 掌声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吧 是的 想分手啊 是真想分啊 已经分手了 已经分手了 分了多久了 分了有快一个月了 那今天是你把人拉来的 是吧 是的 求复合是吧 对 谈了多久恋爱 一年左右 小片里说的跑回老家 这老家是指哪儿啊 他湖南老家 从哪跑回的湖南老家呀 上海 我们俩之前一直都在上海 在上海 那你现在在上海 我在上海 你在 我在湖南 怎么就不上进了呢 他平时吧 无论是从工作上 还是我跟他 就是私底下的生活中啊 就特别的不上心 然后工作上特别的不负责任 比如说像 有一会儿吧 就是他下班特别早 过来找我 我就挺纳闷的 因为他平时下班都很晚嘛 他是做那个房产中介 平时下班都忙得很晚 有一天很早就过来找我 但是我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的话 我跟他就是在约会过程中嘛 他就一直心不在眼 一直在那戳手机 然后老师又未接电话 一直在那拒接拒接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瞄了一眼他手机 然后发现他在跟顾客聊天 然后一问他才知道 就是那个顾客 提前好多天跟他约好了 然后今天去看房子怎么 临时就放了一家鸽子 然后就溜出来了 你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太想他了 我就想多陪一下他 所以我当时就放了客户的鸽子 也可以这样的 行吧 因为我思念 我就跑过去了 别的女朋友都喜欢 男朋友陪在他身边 为什么你就觉得 我陪在你身边 就觉得很烦呢 你来找我也很开心啊 就是想说 你工作一个工作 生活归生活 你可以工作结束 而且就那一个顾客 你结束过来找我 而且是可以的呀 我觉得工作和生活 并不冲突的 而且事实是 主持人你知道吗 在今天是发生的 就前两天 我说我挺想他 我说我去找你吧 他说不了 挺累的 我想早点休息 我觉得他一会儿 就不是想我 只是因为他不想要工作 他想要偷懒 直过来的一个借口 就是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就说 他怎样怎样了 我们可以连贯你来看 他努力吗 特别不上心 每天想着出去玩 我再这么问吧 有些男生不努力的时候 还会找女生要钱花 他找你要过钱花吗 有 有过好多次 都说找我借 但是从来没有还过 借过很多次钱 有三次了 数个大吗 一开始的话 就是逛超市 就是三五百这样子 后来他又 他天天工作不认真 然后老是想着出去旅游 他很爱玩 没钱了 还在我这拿钱出去玩 就特别不能理解 从女朋友那儿拿钱去旅行是吧 是的 我是拿了她的钱去旅行 但是我每个月发的工资 我也给她买了她喜欢的化妆品 她的包 所以到我可能是出去有事的时候 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肯定也会问她要 我觉得男女在一起 没有必要分离我 对吗 好 你从上海回到湖南是因为什么 也是因为我跟她借钱的原因 还有就是她父母的原因 什么意思 我上次放了她父母的鸽子 所以我就回家了 你还放了她父母的鸽子 怎么会放你父母的鸽子 什么情况 所以说吧 她对什么事都不上心 因为我跟她也是交往了 那时候已经也大半年了 我想说 就是带她见一下我父母 我提前一个月就跟她讲好了 什么时间点在哪 然后就跟她讲 然后快临近的时候 我要一二再再三地提醒她 结果零了当天她没有出现 找她人找不到 电话也是关机 一点都不顾我的感受 你知道我当时 我跟我爸妈在那 真的我妈就你知道怎么想吗 就真的还是怎么那样啊 对啊 为什么呀 其实是那个月我手头比较紧 因为要见她父母的话 肯定是要买礼物是吗 当时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没去 就没见她 那你提前告诉她呀 不是 主要是她前面好几次 都跟我说来见她父母 见她父母 但是因为我刚那段时间 工作实在太忙了 行 为什么回湖南你告诉我 就是因为那件事 她后来跟我吵架嘛 只要我们俩一吵架 她就会说一大堆大道理 我说不赢她 说不赢她我就走了 说不定过几天 大家都冷静下来就好了 你回湖南是为了冷静是吗 是的 这有什么要冷静的呢 她是一个特别爱逃避 爱躲避的人 碰到一点小时 从来不直接了当地去面对 而想要去躲开 她跟同事有摩擦 就不高兴 她就想着 我出去玩 我溜了我就翘班了 跟领导有摩擦 我就请假 我就出去玩了 跟我直接有矛盾的话 她也就一直躲避 你们交往过程当中 拿主意的事是谁 不然都是我 是吧 是的 每次不管是 看电影还是吃饭 都是她做的决定 现在就没有我说话的份 因为你知道吗 主持人她真的很奇怪 我跟她在一起 她什么主意都没有 我跟她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去约会吧 去吃饭 吃什么问我 去哪吃也问我 去什么地方 什么拿号牌队什么 都要来问我 看电影嘛 看什么电影也问我 去哪看也问我 什么长次也问我 订票也要问我 什么都是我来 就感觉我跟她 一直都是我一个人 在那忙忙碌碌的 她就是一个 好像只是一个参与者而已 我现在也都不在意 这个感情 你是我女朋友 我肯定是听你的意见了 难道这样不好吗 对 是 她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替我安排 完了之后 平日里她有意无意地 又会说 你怎么这个也管 那个也管 你很烦 然后一直还抱怨我 你什么都不拿主意 然后我来安排了 你还来抱怨我 我觉得很矛盾吗 你 我本来工作就很累了 然后下班还要听你 唠叨这件事情 但我肯定会觉得烦 对 你有事可以抱怨我 我都得受着 我要碰到什么事 我只要她一个就不管 像我就是在工作过程中 被客户骚扰 然后微信上 我就挺难过的 我就截图给她看 我想说安慰一下 我心里得好受一点 没想到她不但没有安慰我 反而给我扔过来一句 你告诉我这些干嘛呀 我当时心就寒了 当时就寒心了 怎么能这样 她发那截图 她给我看也没用啊 我也解决不了啊 这只会让我心里更添堵 你是我男朋友 我不闹这样的事情 我第一个人想到的就是你 我想说你能安慰一下我 截图是什么 是微信里骚扰 对 微信 平日里工作上 就是交迷见面的时候骚扰 微信上就聊一些 有的没的你知道吗 我就挺纳闷的 她也是一个大客户 我觉得 我觉得这本身 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然后她 她发给我看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 而且你发给我 我自己工作也很忙 她压根就没有 把我放在心上 她这次回湖南 你知道吗 她跟我一生没商量 又躲开了 直接一生不肯就回老家 回去之后 我才知道 我当时跟她讲得非常清楚 咱俩就分手吧 她回了湖南 你跟她说分手 回湖南的理由 她跟你说了吗 没有 道理为什么 我就希望她能回湖南 跟我一起生活 她还跟你一起 回湖南生活 那为什么不能是上海 而是湖南呢 小伙子 上海生活压力太大了 如果将来要结婚的话 我肯定是在湖南老家那边 回老家以后 守着爸妈 应该也不是那么辛苦 对不对 压力就会小很多 你在小片里说 趁着年轻 应该好好玩一玩 是你说的吧 对 因为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多出去旅游 多转转 看看外面的世界 是吗 这样的话 你自己到时候 就算工作的时候 你也可以全身心地涂路 好 明白了 这样的话 你就回你的湖南 过你的安稳日子 人家不也跟你说出分手了 你今天来干嘛呢 我今天就想 他能够不跟我分手 他不跟你分手 然后他跟你回湖南 你们俩在一起 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你说为什么要过来啊 分手了就分手了嘛 他一直在那边纠缠 我觉得真的是 一直要跟他讲清楚 今天是要来讲清楚的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纠缠你 短信啊 电话 反正就各种 然后前段时间 就是月初的时候 还来到上海 特意来找我 然后我就觉得 我跟他在一起很累 既然不愉快 大于我跟他在一起的幸福 就没必要在一起了 但是还是一直在纠缠我 所以你是铁了心的 对 因为我觉得 他这个毛病 没办法接受 一点担当都没有 碰到事情一直在逃避 你还想跟他在一起 是吗 是的 这姑娘有什么地方 吸引你吗 她人挺好 虽然说平常我们也会吵架 但是吵完架之后 她也会主动找我 她会向你让步 对 一开始看上那小伙子 什么了 一开始就觉得挺聊得来吧 两个人就是挺能说得上话的 然后她其实还蛮体贴的 虽然她有一些毛病 是因为这样 但是后来一接进去发现 毛病还是挺多的 她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女同学 就是每个月都会来上海来找她 来很多趟 她背地里在跟别人吃饭 约会那些什么的 就一直就是讲不清楚 我哪里是背地了 我那个女同学 她在上海又没有其他的朋友 所以她来上海出差肯定就找我 我肯定要招待她 前面几次吃饭我都叫了你了 但是你总是摆着脸 给别人不好的脸色 那后面几次吃饭 我肯定就不叫你了 不是呀 那你也看看当时的状况呀 那女孩她摆明就是喜欢你 她要追你 想要跟你在一起 那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又不跟她解释清楚 那我怎么做得下去呀 那饭我怎么吃得下去呀 我在你们中间就是妨碍你们呀 你也知道你是我女朋友啊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就不允许我跟其他异性朋友有接触吧 你当然可以有其他异性朋友 我不反对呀 可以呀 但是你也要看情况啊 你是有女朋友的人 她喜欢你 你还跟她去吃饭去逛街 什么意思呢 不清不楚的 哪里不清 她就是这样子的 包括平时我跟她今天商量什么事 她老师会给出一些模拟两可的答案 所以女生用连续的这种逻辑性的东西 就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分手 男生说我没有啊 我不是这样的呀 老师们怎么看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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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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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未来的发展 还有未来生活 所以今天 你能和我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 证明你心里是有我的 我很感动 我也希望 你能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让我们两个都别留遗憾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索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 举例 来 来吧 还有话跟人家说吗 或者跟自己说吗 虽然千千最后没有选择我 但是我会祝她幸福 至少我曾经爱过她 一直也爱 现在到未来 行吧 加油吧 好好生活 好吗 谢谢你 请回 请回 别忘了